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下一个团队 下一个团队呢 两位共同创办人也都是女性 而且很特别的是 她们都是KK Day的一号员工 早期呢 帮KK Day拓展了整个亚洲市场 后来呢 两个人又一起转战娱乐圈 就这样一起打拼了六年 所以她们之间的 co-founder默契非常的好 这次做的题目是跟 freelancer独立创作者有关 其中一位创办人来自台湾 让我们欢迎 Anyone Lab共同创办人 Kate Anyone Lab是一款专为创作者设计的SaaS Tour Hello大家好我是Kate 这是我的co-founder来自香港的Rebecca 我们是KK Day的一号员工 在KK Day我们和创作者一起工作 接触过超过上千名 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部落格 网红YouTuber的创作者 2019年我们非常跳透地跑到娱乐业 帮艺人做数位转型 去年我们办了亚洲第一场 Minecraft虚拟演唱会 成功说服郑秀文等艺人 做电商卖周边商品 也看到了粉丝经济的威力 从新创电商到传统媒体的冲击中 我们发现当创作者开始想要靠内容赚钱 往往有更多他们不擅长的事情要去面对 而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透过软体解决 不但可以更只省时间 也可以让他们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数位资产 Anyone Lab的苏女助理Andy 可以帮你看你的报价单是否低于了市场行情 当被厂商欠款的时候 能够帮你向厂商追账 在Widget Store学习不同新的工具 如果被双民攻击了 还可以回到社群来一起取暖讨拍 我们于今年7月成立 目前非常积极地经营创作者的社群 也举办了多场活动 创作者们有高度的兴趣参与 也愿意付费学习 目前累积超过1500名的参与者 我们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人 为了自己工作 为了热情工作 而他们的时间应该留给他们热爱的创作 把无聊的工作交给Anyone Lab 如果你和我们有一样的想法 欢迎联系我们 谢谢 谢谢Kate 刚刚有提到你们是KK队的一号员工 就是跟着创办人一起打拼 所以到现在自己成为一个创办人 你的心路历程 我觉得能够在创业之前 跟像命这样的连续创业家一起工作过 是非常棒的一件事 因为真的是从公司什么都还没有 然后可以一起到海外市场 让我们看见到了什么叫做创业 然后也有一个不一样的格局与见识 然而KK队跟Anyone Lab 我觉得有一个蛮相似的地方是 KK队带领的市场能够让自制旅行变得更简单 而Anyone Lab呢 相信未来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想要去 找到一份有job title的工作 而是让自己成为一门生意 而Anyone Lab就是希望成为这样的桥梁 好哦 谢谢Kat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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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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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